第五百章激动 你蹲下 福瑞向激动问道 小师弟 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傻有钱商会提出的三个考核 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完成两个了 龙王鳞片 我们早已得到 虽然是他们在进化时退下来的鳞片 但交给傻有钱商会已经足够 更何况 之前你修炼的时候 龙皇还表示 希望你能够成为龙族的外籍长老 激动正色道 这个外籍长老我一定要做 这次 我能有如此之大的提升 多亏地龙之族所赐 如果将来龙族遇到什么危险 我义不容辞 至于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已经有了打算 该是前往地心世界的时候了 福瑞微笑道 在这里修炼了这么久 大家也早就耐不住寂寞 这段时间 每个人的提升都很大 他们都迫不及待地 想要在实战中检验自己的进步程度呢 也该是离开龙骨的时候了 福瑞说的没错 这段时间以来 进步的课不只是激动和阿金 天干圣徒的每个人 在实力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论进步程度 有的甚至还要超过激动和阿金他们 毕竟 激动 阿金 福瑞 在天干圣徒之中 本来就是最强大的 他们的基数已经那么高 想要继续进步 就比其他人困难得多 而向杜明 杜歇兄妹 蓝宝等人 他们本身修为就不高 之前也没有做其伙伴 而这一次的苦修 不但令他们的魔力等级 都有了不小的提升 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做其伙伴 这就令他们的实力 有了几何倍数的提升 虽然只是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可是天干圣徒的整体实力 却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激动有信心 在光明五行大陆上 恐怕已经没有任何单一一位魔师 能够战胜他们联手之威了 也只有龙族中地龙之组 龙皇这样的圣级强者 才能够和他们的联手相抗衡 福瑞说得没错 修炼成果是需要依靠实战来检验的 师兄 我听地龙之祖前辈说过 地心世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连他老人家这样的修为都如此形容 可见这地心世界不简单 我之前只是到过 第十八层烈焰居住的地方 对于其他地方都不了解 我们这次去 也一定要小心 不过 以前我听烈焰说过 地心世界十八层 越向下就越危险 生活着的地心生物也越是强大 所以 我打算 我们在进入地心世界后 不要急于深入 一层一层的逐渐适应 也开始磨合大家的配合能力 这次地心世界之行 完成傻有钱商会考核倒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大家的配合更为默契 同时也将我们的五行相生循环阵法能够更好的应用于实战之中 福瑞点了点头 微笑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 说句自大的话 在大陆上能够让我们历练的地方实在不算多 地心世界是个很好的选择 恐怕除了那里以外 还真的找不到让我们能够修炼施展的地方了 你可不知道 最近龙骨的龙王们已经明令禁止 不许龙族和我们交手呢 激动疑惑地道 为什么 福瑞施笑道 还不是怕我们拿他们试炼习惯了 总是找他们吗 不用龙王下令 自从茅台和五粮业肆虐之后 那些高等龙族都躲着我们走呢 而且 大家关系这么好 实战中不可能全力以赴 都会有所留守 这样的战斗就失去意义了 作用也有限得很 激动恍然道 原来如此 我们也是打扰人家太久了 不过 除了地心世界之外 我还有个更好的历练之所 只不过 要等我们从地心世界出来之后再说了 还有更好的地方 福瑞挠了挠头 我怎么想不出 是哪里 激动嘿嘿一笑 道 现在保密 反正到时候 一定让师兄满意就是了 福瑞笑骂道 你这臭小子 对我还保密 行 我也不多问了 既然你已经计划好了 等思悬醒了 我们就准备行动吧 哦 对了 思悬情况怎么样 能和我们一起实战吗 激动点了点头 道 应该是没问题的 他的灵魂已经重新融合了 虽然还有些不稳 但只要不主动使用灵魂进行攻击 就不会有影响 我可以与他进行灵魂融合 保护他灵魂没问题 福瑞点了点头 脸上的笑容收敛 拍拍激动的肩膀 小师弟 思悬是个好姑娘 烈焰已经死了两年多了 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悲伤和回忆之中 要往前看 你明白吗 激动淡然一笑 师兄 你能忘得了夜心师姐吗 福瑞脸色一暗 激动这才意识到 自己顺口说错了话 赶忙倩然道 对不起 师兄 我不是故意提起 你伤心事的 福瑞摆了白手 没什么 我知道你没恶意 坦白说 我真的忘不了夜心 一辈子也忘不了 但是 我相信 如果他在天有灵的话 也不会愿意 看着我一直沉沦下去 我会始终将他放在心中 在我心里 永远都有一块高地 是属于他的 而这个位置 也永远没有人能取代 可我不能再沉沦 在这份悲伤中 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激动心中一动 这么说 师兄你接受 淼淼的感情了 福瑞摇了摇头 没有 我只是说 不再为了夜心的死而悲伤 但让我在接受 其他女人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激动微笑道 那你还劝我吗 福瑞叹息一声 道 小师弟 你和我不一样 你比我还要执着得多 不要以为你 现在每天脸上挂着笑容 我就看不出 你内心的想法了 你对烈焰的执着 远远超过了我对夜心 你内心的痛苦 也更在我之上 从你的眼神深处 我经常可以看到 你尽量去掩饰的那份 孤寂和空洞 你只是因为 尖头还有太多的担子 所以才尽可能地去调整自己 但你的心却并不快乐 或者说始终都充满悲伤 激动呆呆地看着福瑞 他没想到 现在很少说话的师兄 竟然对自己如此了解 小师弟 我真的希望你能放开心神 除了烈焰 你还有我这个师兄 还有师父 师母 师祖他们这些关心你的人 你还有我们天干圣徒这些朋友 不是吗 为了我们 你也要振作起来 烈焰要是看到你这样 不知道会多么心疼 激动脸上的笑容 终于在无法维持了 他的表情沉默下来 师兄 你说得对 我和你不一样 你和夜心师姐 是爱恋的关系 他是你的爱人 但是 烈焰对我 却不只是爱人那么简单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 以及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不夸张地说 都是烈焰给我的 烈焰对我 是爱人 是老师 甚至像是母亲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他 早在进入南火帝国礼火学院 那座初级摩师学院的时候 在第一学年 我就要被淘汰了 我先天的阴阳平衡体制 本是根本无法进行修炼的 有一天 我无意中打开了院长 杨炳天师兄办公桌上的一张 无定传送卷轴 将我送到了地心世界第十八层 让我遇到了他 从那天开始 我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天才 我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烈焰赋予我的 没有他的帮助 就算我在努力 也只能是个废物 更不用说之后遇到你 遇到老师 师母和师祖了 是烈焰给了我这一生的精彩 是他让我有了现在的一切 可以说 在我生命之中 最重要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烈焰 我爱他是感情也是亲情 在我心中 他占据了太重要太重要的地位 他更是因我而死 你让我怎能放得下这份感情 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 他走了 我的心也已经被他带走了 我现在只是个无心之人 留在世间的只是曲窍而已 你说的对 我肩头上 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 还有烈焰的心愿 如果不是这样 早在烈焰离去的时候 我就已经随他而去 根本不会等到现在 说到这里 激动脸上 已经布满了泪水 身体更是在不断地颤抖着 自从烈焰死去以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 对他人进行倾诉 内心之中 对烈焰的思念和情感 宛如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 手腕一翻 一瓶烈酒已经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拇指弹飞瓶盖 大口大口地将酒液灌入喉中 用那生疼炙热的酒液来烫味着剧痛的心 福瑞沉默了 看着激动 他一句话也在说不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天干圣徒们已经都出现在了洞口外 默默地看着激动 在这些人之中 也包括了从修炼状态中清醒过来的陈思璇 渺渺就站在陈思璇身边 紧紧地搂着他 低声道 思璇 你要振作点 你的伤才刚好 从你喜欢上他的那一天起 你就应该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思璇站在那里看着激动 他的双眼早已模糊了 被渺渺抱住的身体更是僵硬的可怕 吓得渺渺以为 他被激动气的药救伤复发 福瑞按在激动肩膀上的手紧了紧 向他递出眼神示意了一下 激动自然感受 得到身后一众伙伴的到来 默默地抬起手 在脸上抹了一把 甩掉泪痕 以他的修为 只要控制空气在面旁上剥离 就不会留下一丝痕迹 渺渺的担心 在他这里自然也同样存在 先前被福瑞引动心事 说出那番话 当他感受到 陈思玄在后面的时候 情绪上他已经无法停下来 此时他心中是后悔的 他不想伤害陈思玄 尤其是在自己亏欠 陈思玄那么多的情况下 转过身 激动的目光 直接落在了陈思玄那呆滞的面旁上 看着他那完美的俏脸上 正有两行泪珠滚落 不禁心中意紧 两不迈出 已经来到他面前 搂着陈思玄的渺渺怒视着他 激动 不是我说你 你深爱烈焰 这一点我们谁都知道 但你能不能不要老挂在嘴边上 思玄的身体才刚刚恢复 你是故意想要刺激他吗 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就算你不愿意接受他的感情 也不能这样伤害他吧 思玄为你付出了多少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中 对不起 思玄 激动缓缓低下头 关切地看着陈思玄 感受着他的情绪变化 一旦他的灵魂上出现什么不对 自己也好立刻救援 陈思玄呆滞的面旁 渐渐有了情绪波动 轻轻地从渺渺怀中挣脱出来 微微上前一步 更加靠近激动 来到和他只有一尺距离的地方 天干圣徒们不禁都紧张起来 他们都不知道 现在陈思玄要做什么 在渺渺看来 如果换了是他 肯定一巴掌抽上去 然后转身跑开 陈思玄不是渺渺 他更加不会那么做 伸出双手 拉起激动的右手缓缓上台 一只柔嫩的小手 握住激动的掌心 另一只手捏着他的食指 轻轻地擦掉自己脸上的泪痕 当激动感受到 他要做什么的时候 已经主动地这样去做了 不需要他继续操控 他也完全不明白 陈思玄此时在想什么 从他的灵魂中 他感觉不到半分的愤怒 或者是气恼 反而是一种 他说不清楚的情绪 在剧烈地波动着 激动为陈思玄擦拭着脸上的泪痕 陈思玄抬起头 泪眼朦胧的眼眸 注视着他的双眼 轻声道 激动 你蹲下 旁边的渺渺 暗暗在心中赋匪 思玄肯定是嫌他个子高 让他蹲下来 抽着方便一点 这方法好 下次 福瑞要是得罪我 也让他蹲下 那家伙更高 蹲着抽 高度正合适 激动没有违逆陈思玄的意思 缓缓在他面前蹲了下来 直到现在 也没有人能看出 陈思玄在想什么 要做什么 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天干圣徒们都紧张起来 却又偏偏无法阻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